好,那你舉手嗎? 你去找,你去找 好,繼續開會 現在介紹在場委員 第一位陳教華委員 好,陳旭發言,等一下齁 我先介紹一下委員,好不好 第二位,邱顯智委員 好,接下來,陳歐柏委員 再來,林俊宣委員 陳書業委員 蔡培會委員 都介紹到了嗎? 好,我再來介紹我們列席的官員 陳耀祥主任委員 好,其他就不介紹了好不好 節省一點時間 程旭發言那個誰? 誒? 陳教華委員 最後一個不是程序發言嗎? 對 來,請發言 我以為還要去簽 喔,沒關係,來 好,謝謝主席 好,今天我們審NCC預算 抱著非常沉痛的心情 從靜電視到三立中家 整個綠色媒體 垢斷 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沒有看到 NCC應該有的態度 應該有的專業 還有應該有的法律的專業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在中家三立的調查書面報告 我們只看到 要限期改正 我們看到 NCC這樣擺爛的態度 已經 徹底 抹滅了獨立機關 應該有的專業 還有應該有的尊嚴 所以我們看到 陳耀祥主委 把NCC 踩在腳底下 他個人為了 為了做官 他個人為了 拉攏 執政黨 把綠色媒體 這樣子的違法 這樣子的違反付款 踩在腳底下 我們認為 NCC 應該關門了 所以 今天 審 NCC的預算 我要不客氣的說 國人 應該對於NCC 這樣子 沒有行使獨立 行使 依法獨立 行使職權的 這樣子的 作為 感到失望 所以 本席 也提出了 跟邱賢志委員 還有 我們請 趙偉 也一起支持 提案 要求 今天罷審 NCC的預算 一下 好 謝謝 陳嘉華委員 好 時代力量我們 邱賢志委員 程序發言 三分鐘好不好 好 謝謝主席 那今天審查 這個NCC的預算 那我之前看到 主委 在面對這個媒體的質疑的時候 非常輕巧地講一句話說 那 這個難道要回到 過去新聞局的時代嗎 好 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務責任 好 因為今天坦白講 政府的每一分錢 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今天依法 成立一個NCC 來 監理 齁 這一些相關的 這一些業者 基本上 都是非常清楚嘛 每一分錢 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當你 這個 做為一個獨立機關的時候 你就應該有獨立機關的樣子嘛 對不對 對 那你也講說 現在不要用 那不然回到 過去新聞局的時代了 我們必須要講說 要你做為一個獨立機關 當然不是說 變成說 像現在這樣跟過去的 威權體制的 國民黨是一模一樣的 拿這個來比喻嗎 民進黨執政 拿這個來比喻嗎 是對嗎 這是新聞自由嗎 所以今天非常清楚嘛 好不容易提出了一個調查報告 從9月8號到現在 提出一個調查報告 那個調查報告裡面的內容 本來 就是在9月8號 兩個月多前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了事實了 結果 整份報告還是避重就輕嘛 然後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做出一個處分 到底你要做什麼 齁 要限期改善 要不要說 要不要提出明確的裁法 到現在已經將近三個月了 竟然一個獨立機關 沒辦法 做出一個 這個明確的處分 那我們也看到說 有一些 這個 報導 指出說 有一些NCC的委員 要求應該針對中家三立 明智固犯做出處分 但是NCC 迄今仍然態度曖昧 那我們必須要講說 對這些NCC的委員 你應該本於你的職責 如果今天 主委 主委 要還是要護航三立 那請這些NCC的主委 的委員 應該要捍衛自己的情欲 展現一個最起碼的道德的勇氣 公開的提不同意見書嘛 這才是應該有的一個做法 那今天在審查NCC的預算的時候 我必須要講說啦 如果你連一個獨立的機關 的一個職責所在 你都沒辦法捍衛的時候 你憑什麼去花人民的血汗錢 光是在調查報告裡面 三立持有中家的 的股權是百分之二十七耶 裡面只交代那百分之十五的 針對榮盛投資的股權轉讓的承諾 那剩下那百分之十二呢 二十七檢十五這麼簡單 剩下百分之十二在哪裡 這個調查報告做了三個月 沒辦法交代嗎 那第二點就是 紅台公益信托的 這個是否違反五年十五億的支出承諾 到現在還在推給教育部 行政院長陳建仁 我在質詢的時候都說得非常清楚的 教育部長都說得非常清楚的 NCC做的行政處分 怎麼會是教育部在監理呢 太離譜了吧 這樣的一個推脫的做法 已經好幾個 不知道多久了 到現在還在推脫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啦 所以 拜託各位委員 今天 我們在審NCC的預算 全國的人民也在看我們 非常清楚 跨越了反媒體壟斷的紅線 不管藍媒 不管綠媒 就是應該處理嘛 那趙紹康現在還在 做這個中廣的董事長 這沒辦法處理 太離譜了吧 今天還有什麼推脫說 要給中廣自己處理的 NCC做為一個監理機關 你就是要有你的態度嘛 態度是什麼 非常清楚 不管是藍媒 不管是紅媒 態度都是要一樣的 這是一個新聞自由 這是最起碼在場的 許多人 新聞的同業 最起碼的 言論自由 不應該 造成這樣的 寒蟬效應 以上 好 謝謝 下位請 陳歐柏惟 陳旭范 好 再下位 黃莫凱惟 三分鐘 謝謝主席 本席在交通委員會 三屆 歷經國民黨完全執政 民進黨完全執政 事實上我都同一個標準 我希望 NCC 是獨立機關 應該是做一隻 有牙齒的老虎 所以不管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都力求要公平公正 來對待 媒體的管理 因為這個很難管理 涉及到很多的財團 權力的一個結構 所以NCC這個主委很難做 唯一就是 秉持一定的 這個標準 放之四海接準的標準 來處理 所以今天 針對 剛剛 陳嘉豪委員 跟邱行志委員 兩位的發言 有些我是贊成 有些我不贊成 我表達個人意見 第一個 陳耀祥主委 一到逆美就攪軟 這個有點偏失 你是一到媒體就攪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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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委會運計審NCC預算 這點我保留態度 我們現在 剩下兩個禮拜 再去審的話 什麼時候可以審 審預算是我們的權責 綠號員的權責 該計的責任 我是認為 怎麼樣都 要好好來審 第三點 有提到說這個 NCC應該提起究責相關的 維持的部分 我全力支持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不要推脫 也不要 揣測上益 現在我們 民進黨很多的機關是這樣子 揣測上益 上益怎麼想 都自己想的自己搞的 結果 全國人民的質疑 這誰造成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獨立機關的首長 你要該怎麼做你就承擔起來 你不要彩測上益 搞得大家都不曉得到底是誰的意思 是執政黨的意思還是總統的 還是新政黨的意思 你獨立機關你就負責任 陳主委 我再次拜託你 硬起來 你不用管誰誰講的話 你今天國家賦予給你這個 這個權責你就要擔當起來 針對今天報紙有寫 趙超康 沈柏洋 還有一位 擔任公事董事的一位民眾黨提名的部分區立委 我想標準都一樣 沈柏洋已經辭職了 其他兩個要不要辭職 不辭職要要求 依法要求 這個沒有什麼謀誤空間 當政治人物或是當政府觀念 就是要身為表率啦 我覺得 朱瑩你要硬起來 明確表示 明確表示不要模糊 剛剛 秋雪日文講那麼大聲 他很生氣啦 因為就是你們腳軟 推特責任給別人 教育部 這個是不對的 該負擔責任就是負擔起來 我一樣 我的 這個報告 但預算還是今天要審 好 下一位 黃孟崗委員 歡迎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交通委員會要在審理明年度NCC的預算 我要請教大家 我們自己扪心自問 NCC過去這段時間所作所為所行所言 有真真正正進到一個中華民國政府獨立機關行使的角色嗎 如果說我們今天還可以放任NCC把他的預算給拿出來 然後我們這樣子糊裡糊塗滿天過來就讓他過關的話 我們快對台灣人民所有人民給予我們的責任 最重要的NCC代乎職守 NCC難辭其咎 NCC居然讓我們看到一個真真切切的媒體壟斷的事件 實在發生在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 綠媒可以直接把手伸進去間接投資中加27%的股份 這樣子的一個直接介入新聞台跟系統台直接合併 直接變成是一體的 然後這件事情還不是NCC主動查氣的 是被踢爆的 被踢爆之後三個月內 才千呼萬喚使出來所謂的報告 但報告 昨天拿到手 我們看了之後 更覺得是啼笑皆非 根本就是便宜行事 要一年的時間才要去處理這個股份 我們要問 要一年的時間才能處理這個股份 大家覺得合理嗎 被踢爆才去了解 才去介入調查 之後要一年的時間處理股份 一年後咧 船過水無痕 那如果說之後再來一次 瞞天過海 今天是因為被踢爆 所以說才去調查了解 如果說之後沒有被踢爆 沒有去了解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的一個手法持續在做 再者 我們要問 之前NCC就已經有說了 新聞媒體不得直接間接的投資任何的系統台 那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 處罰的標準是什麼 處罰的標準是什麼 NCC今天提不出來 很抱歉 你提不出來 你要怎麼讓我們相信說 我們能夠去審查你明年的預算 NCC這樣的機關還要在運作嗎 有運作跟沒運作有差嗎 真真實實的新聞台 就是直接已經間接的 投資了系統台 這就是事實 NCC不要說是沒牙齒的老虎啊 他根本就是為財團服務的老虎 根本就是為財團服務的仆人 根本不配也沒有進到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保衛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視聽大眾的權益 所以 本集很語重心長的要跟各位 委員同仁來說明 我們今天國民黨團很負責任的提出提案 要求針對NCC 不管是過去新聞媒體管理嚴重雙標的問題 通傳會業務執行變成是附水組織的問題 靜電視發生違反承諾 NCC行政延期的問題 以及禁止媒體壟斷紅線 形同虛設的問題 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之前 113年的預算暫緩審查 這是對於國人交代的態度 而且 我也跟各位委員同仁來報告 其實就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機關的預算使用來講 人事費用 薪水費用 不受我們立法院 即便是預算還沒通過 他們還是可以指引 換言之這一些拿人民納稅前高薪的高官們 他們薪水其實不受影響的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審查 113年NCC的預算 而他們會有任何人拿不到薪水 但是這是一個態度問題 這也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們要這樣子包庇NCC的預算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讓NCC不作為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讓NCC擺案到什麼程度 這一點才是我們要面對國人的 所以我具體也提出我們的臨時提案 等一下我也認為主席是不是應該要先表決我們的臨時提案 因為我知道我們今天國民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也都有提出相關的臨時提案 而如果我們不把這個當一回事 我們還是敷衍草率的 呼呼的過去 這樣真不好意思 我們愧對台灣人民 NCC現在就是已經是全中華民國 最不適格 最不負責 也最對不起自己機關的一個政府組織 所以我們再一次拜託主席 等一下我們應該要先處理臨時提案 我們再來做後續 而國民黨團很堅決明白的態度 強調 在上述幾件事情沒有解決釐清之前 我們據審113年度NCC的政府預算 謝謝 好 謝謝 郭文凱委員的發言 針對 好 鄰居委員請 謝謝主席齁 我是認為預算要審啦 而且要嚴審啦 這是我們立法委員的職責啦 但是各位剛剛提的 對NCC的幾點質疑啊 也不是完全都沒有道理 那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要求 我們甚至可以提出條件 NCC要給社會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個是我們審預算上啊 我們的國會議員啊 手上的職責和武器啊 現在這樣的一個股權買賣 我想請問NCC啊 是誰要申報 是買方要申報還是賣方要申報 買賣一定是賣方要申報嘛 那中家為什麼敢不申報 那敢不申報有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啊 他為什麼敢 還有別的公司敢這樣嗎 那麼大筆股權移轉 剛好沒有給你申報 那中家看不及你NCC啊 你NCC要生氣啦 中家把你抖在肚子啦 賣了27%股份啊 他敢不申報 好 那NCC來調查 三立說他願意把股權賣出來 在協商的時候 中家沒有來耶 他是把NCC動作上啊 然後中家現在承諾是他要協助 三立把股權占賣出去 阿倫賣不出去了 如果他現在收多少 多久一年喔 一年如果沒有賣出去咧 有沒有罰則 也是沒有罰則啊 不管你這個黨員人看你不去 然後你NCC的事後處理啦 對社會的解釋啦 你說你不知道是因為啦 你不知道買方式三立 因為你只查到第三層的股東啦 胡說八道 這各位NCC怎麼說的啊 NCC哪個單位寫 你們只查到第三層股東 你待會要交代出來 你這個不是打臉黨政軍條款嗎 股權遺傳 一定是查到最後的受益人 這是黨政軍條款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則案精神啊 不然你要讓我黨政軍我就常在第四層第五層 你就查不到啊 那一定是查到最後受益股東嘛 然後那個新聞稿 或者是發言是NCC哪個單位哪個主管 還是你陳主委 你要給我們交代吧 我看到你寫那個新聞稿 我看了就火大啊 做一個那麼大的機關胡說八道 陳正軍條款也是我們 維護媒體中立一個很重要的 的一個法案嘛 啊重點就是 你要查到最後受益人嘛 你不怪你這個機關要被人家攻擊啊 你黑白共什麼只查到 因為他他交易是在第三層股東 所以你NCC不察覺 有幾個重點啊 為什麼麥芳敢不來申報啊 對不對 啊事後你也沒辦法 下一次會再發生你 你也沒辦法啊 啊第二個 現在已經發生了 你怎麼去善後處理 如果 中間沒有辦法把這股權再 再轉賣出來 啊你也沒辦法 你也沒法則啦 還要不要再亂講 什麼 你只查到第幾層股東啦 自己打領自己的 但是我們預算可以審查 我是給我們這些 剛剛那個 時代力量還有 紅門稿員做參考啦 我們可以審查 但你們要的條件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在預算裡面 做他們要求嘛 而且你做不到 那預算就不要給他 就不要給他動資嘛 但是你今天不審查的話 我們這個位置沒有時間 你整個預算就拖到明年去了啊 好不好 這是我的建議 請各位同仁做參考 好謝謝主席 好謝謝 還有嗎沒有了吧 陳教華委員 陳學生委員 兩項的委員提案 齁 據審或是還審 請一併宣讀 臨時提案 建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論在民進黨 府院黨政高層 黑手介入 禁電視 執照取得及 後續爭議議案 或順利集團與系統 台中加聯手 形成律社媒體 拒受跨越 反媒體壟斷紅線的違法爭議 原提請本委員會 應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於針對前接案件的違法情形 依法進行實質裁罰前 拒絕審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預算 提案委員陳教華等 提案 針對通傳會 弊端重申人謀不張一 新聞媒體管理嚴重雙標問題 二 通傳會業務執行 輪為民進黨附水組織問題 三 禁電視發生違反承諾四項 通傳會行政嚴重數四四 禁止媒體壟斷紅線形同虛設問題 原要求一百一三年度通傳會 及附屬單位預算再上述 問題未解決前因暫緩審議 提案人委員陳學生等 宣讀完畢 好 拒審或是緩審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有齁 有 有 進行協商還是表決 好 歐伯委員 不要再上來講 再上來 不不不 你在下面就好了 再跑上來又搞十分鐘 坐著要站著 你贊成還是不贊成嗎 那個主席啊 我們 抓動委員很少用表決的方式 今天處於這種有爭議的案子 我認為休息 或者請主委跟我們說明一下 那我們再協商一下 那要表決也可以 我也不反對 但是這個程序總是要走一下 不要馬上就 我是問你說表決還是協商 協商啊 就是協商一下嘛 協商 對 先請主委說明一下嘛 我對他有力 蕭偉昨天 昨天那個 黨團協商你有簽字 是不是 因為今天要 今天要送出去啊 現在 整個 立約 立約裡面就等我們交通委員會了 對 沒有啦 就是 大家如果不同意 我是覺得 喔就表決啊 沒有 沒有什麼好協商 這樣好了 這是NCC 我們謊合一點 先給一點時間 給那個 陳主委好不好 好 孟岳委員 抱歉 我們大家都昨天下班前都收到NCC 對於這一次 這個間接投資 媒體介入的這個報告 這報告NCC 自己在最後大事記都講了 他是9月8號 被立法委員開記者會踢爆 有 洪順公司股東股份異動 之後才來函檢舉 到9月27號 立法委員來函檢舉 NCC才動起來 927到現在11月底 再兩個月時間過去了 給我們這份報告 晚了兩個月 然後報告裡面 還沒有完全把事情釐清 那最重要的是現在告訴我們說 給人家一年的時間去處理股份 然後財閥 處罰是什麼 不知道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 沒有被踢爆 第一 沒有被踢爆之前 這一件事情到底進行多久了 NCC主管機關不知道 第二 踢爆之後要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再去處理 第三 現在開罰什麼 不知道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審查 這個機關還存在嗎 它還有責任 它還有功能嗎 那我們現在 我剛剛已經開中民意講了 其實主席 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每個機關 即便是立法院 沒有通過 我們年度預算 但是到了明年1月 它還是可以透過主計 他們還是可以動知人事費用 所以這個機關運行不會有問題 只是我們現在黨 我們現在預算審查 沒有通過的話 它不能進行的是 新增計畫預算 以及它不能進行的是 其他非人事費用的預算 換言之薪水也不受影響 這個是中華民國政府 法令規定 對於公務人員最基本的保障 所以 我們現在講 即便是等一下給主委來做說明 他的說明 不會超出這個報告裡面的內容 我們還要再聽這種廢話嗎 我們還要再讓 NCC來這邊做 政令宣導嗎 給他們兩個月的時間 交出這樣的報告 已經多少次了 大家也講嘛 我們交通委員會都是 大家都是用協商的 不表決的 那我們要問 今天到底是什麼樣的機關 可以把我們交通委員會 這樣的一個感情給破壞 這樣的機關 不分藍綠朝野 大家共同都指責 也認為說他們沒有做到位 那現在這樣綠營的朋友 我們現在還是執政黨 我們很尊重的 因為你們是國會的多數 執政黨委員要坐在這邊 到最後要表決要護航這樣的機關嗎 這樣大家護航的下去 沒有必要背這樣的黑鍋 NCC今天做得好一點的話 我講真的 明年1月13號 大家選舉都還不知道 但是就是因為NCC過去幾年 讓國人看到根本沒有做為 而且是越來越加離譜 民進黨都覺得說 他根本就是 不知道變成是誰的打手了 我們民進黨委員不用這樣子護航吧 所以我很認真 我很誠意 誠懇地表示 我們可以再提一個臨時提案 大家一起來提 我們暫緩審查NCC的預算 對於整個中華民國政府的預算 不會有任何影響 昨天的朝野協賞還算數 我們就是先把NCC的預算給擱置 讓他們把真真正正報告給交出來 告訴我們這件事要怎麼處罰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 這是我由衷地拜託 也請求我們交通委員會 所有委員思考我的提案 我們一起來做一件事情 不分朝野藍綠 但是我們要求行政部門 都應該做對中華民國國民負責任的事情 謝謝 等一下再發言 現在針對這個審還是不審 我們來表決好了 你不表決 你要表決 我們可以共同沒有樣 那個主席 剛剛黃旺凱委員的話 我大部分都贊成 但是有幾點我不贊成 有幾點我不贊成 他說我們在富航 我們在做其他的民進黨委員在富航 NCC 那我可以可以講第八屆的時候 國民黨委員在富航NCC 第八屆的時候 NCC是怎麼搞的 怎麼亂搞的 這NCC這個單位本來就很特殊 我們在做很多委員都贊成說 這個有沒有純質的必要就可以討論 但是 但是 我要講一點 你剛剛講那個都 我們都懂啦 這在做 李坤澤委員做手機 醫生怎麼處理我們都很清楚啦 記者媒體記者都很清楚 我只要提醒 你不要教我們 如果說第八屆國民黨有護航 那國民黨就那時候就吃到苦頭 就在野了 民進黨難道也要重蹈覆測嗎 我們不是要護航 我自己思考清楚 我們現在 我就反駁你我們是護航 今天審查預算是我們立法委員的職責 我們的職權 我們不能拒審啦 我們不能拒審啦你知道嗎 以前也沒有拒審啊 這個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以前更糟糕啦 以前更糟糕啦 以前沒有那麼糟糕 而且拿出這種東西 我們還要吃的下去嗎 我 我 這整報告我們要吃的下去 我們自己要推下去 你們對預算有一件 竹條來審查 這款報告我們這裡處理 我們台灣人民吃不下去 台灣人民沒辦法接受 你自己講的啦 台灣人民沒辦法接受啦 我們這樣的話一直講下去啦 你要比較的話 永遠比不完啦 那個這樣啦 選擇委員你一分鐘啊 我就跟你關掉喔 你不要再講了啦 停止發言 你那個 我們在交通委員會審查了很多的 各的局處 各個局啦 數啦 等等的預算 那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 公務局好了 那他的主要職責 就是在 做這個建設嘛 所以你去實質去監督 他也沒有浪費 那NCC的角色 他在監理耶 你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這個機關的核心的角色 應該是做一個獨立機關 然後能夠做一個獨立機關的情況之下 去做監理 所以剛剛為什麼會說 依照趕快 爛到爆點啊 當然啦 我當然相信台灣是一個從威權轉型民主的國家 所以在 這個媒體的自由上面很多問題嘛 所以我們現在不應該讓他爛下去嘛 你應該做一個NCC做一個獨立機關 就是要擔當起你的角色 或者的話 你為什麼能夠花人民的血汗錢嘛 人們每一個八千都是辛辛苦苦賺錢 繳了房貸 繳了車貸 繳了奶粉錢 尿布錢之後 剩下的這一些錢 繳給國家 那你就是要做 法分配給你的角色嘛 那你今天的問題在哪裡 今天的問題是說 你根本沒有在做監理的角色啊 光是這個鴻太公益信託這個問題 剛剛陳歐珀委員也講說 你憑什麼推給教育部嘛 這完全沒道理的嘛 你今天中家案的時候 那幾個百元耶 然後你給他一個許可 許可裡面有付款 付款裡面付負擔 他就要去做嘛 結果你都沒有去做 你還能夠去幫他 持續的為他洗地 然後就沒講說 哇這個都是 每年像公益 教育公益信託主管機關 辦理連度這個報核 那報告在這裡 就是亂七八糟了嘛 你光是這一點 你就把社會搞得沒過啊 你憑什麼 你跟人家承諾的 你錢不拿出來 你今天機關還可以替他護航 連行政院長 陳建仁都說 這就是NCC應該做的監理 這不是教育部 教育部長潘文中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第二個 三例 剛剛林俊憲委也有講嘛 你27%的股份 那你現在在報告裡面 交代的就是15%嘛 而且還要這麼久的時間 才能夠轉 那12%呢 這三個月的時間 沒辦法調查清楚嘛 這沒有辦法給社會一個交代嘛 所以 你現在 連一個明確的行政處分 都沒辦法錯 即便 你說 你要怎麼改善 你要怎麼 這個財法 完全都沒有嘛 所以我基本上會認為說啦 預算的審查 本來就是國會 在監督行政機關 他要做事 你有做這個事 但是我們通過這個預算 支持你給這個錢 對不對 那你沒做這個事啊 你最核心的內容 你都沒做個事的時候 憑什麼 要花人民的血汗錢 好啦 你那個一分鐘好長喔 差不多一分鐘嘛 差不多 你表壞了啦 那你是怎麼樣 30秒 一分鐘 好 謝謝張偉 我想昨天的那個 政黨協商的結論 就是說在下個禮拜四 下午兩點前 將總預算的提案送財委會 會整 預時不收 然後 12月8號 12點前 提供給各黨團 及相關行政部門參考 請行政部門再提案 然後禮拜一下下 禮拜一之前密集協商 那這樣子 我簽名跟我們今天 巨神這個NCC預算 應該是無關吧 我想我們劉委員顯然誤會了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是忍無可忍 我們才會寫這個臨時提案嘛 那其他我就不再說明了 好 謝謝 一分鐘 你們有一分鐘表情那麼長 好 坤德偉 好 謝謝張偉 我必須提醒各位委員啊 相關的中央政府總預算的 基本審查程序 財政委員會啊 必須要等到各委員會 審查結束 提出審查報告 送到財政委員會 由財政委員會 再提到院會來做處理 所以你沒有辦法NCC 巨審或者是不處理 這樣整個政府的總預算 都會受到 相當的言語 以上跟大家做個提醒 好 我們停止發言了 我們要進行處理 那開始就進行舉手表決 支持拒審案的 請舉手 一二三 好 手放下 支持繼續審查的 請舉手 一二三四五 誒 六 六 一二三四五 六 六位 齁 六 在場出席委員九人 贊成者三人 反罪者六人 贊成者少數 提案沒有通過 那 我們進行審查 好不好 請問不能夠進行審查 孟凱 主席 我們有兩個臨時提案 一個是拒審 一個是還審 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表決兩次 表決兩次 好 剛才是處理拒審 好 現在來處理還審 兩個提案 呃 還審 上述問題未解決前 支持還審的委員 請舉手 一二三 三位 那支持不還審的委員 請舉手 一二三四五 你們舉手不要動 舉高一點 六位 OK 看到了 謝謝 好 在場出席委員九人 不含主席啊 贊成者三人 反對者六人 贊成者少數 提案不通過 進行審查 好不好 今天進行通常會通常基金有限廣電基金預算的處理 進行協商 同時請醫師委員宣讀 預算數據委員提案 辦公平野議員 cole早報 進行通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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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變化 立場 明星 有 序 樹 審查113年度總預算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單位預算委員提案資料 喂,為了讓氣氛和諧,休息五分鐘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案立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3年度預算行政官方送中證招費編列2970萬元,建議增列該箱以上1000萬元提案的領居縣等 環境是要保護圖, exped� inconsistent 最新的故事... 謝謝,我們抵抗你不就逃避政官方擬責 confirmed 他說會不會 第一個意思是說,這一定是恩情,一定是你來檢查 他最新的六八萬多元,因為你還一直以來檢查 一月平時,你還要檢查 我問你,這次我問他要檢查,他要檢查 他要檢查,他要檢查,他要檢查 他說要檢查,他要檢查,他要檢查 他要檢查,他要檢查 一個是,你講的是那個一定有 但是他事實上是,總共也要檢查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他現在看起來 他現在只算一塊,他剩下的利息就有過十萬元 因為你現在總共要檢查 如果他現在要檢查,他要檢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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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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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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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